重達千頓的軍艦緩緩使入蘇澳甘烏 準備進行五年一次的大修工程 這海面上的模樣你可能不陌生 船底下的功夫確實大有學問 這艘諾克斯級巡洋艦進場維修 可以說是工程浩大 光是進屋放水就得花八個小時的時間 那接下來的底板更換動作 還得再花上七個半月 這次進行船底更換的凝陽艦 使用高張力鋼板 透過焊接焊拉定技術 會定期進行超音波測後 只要12公分的底板磨損到 大約9公分以下就會進行更換 除此之外 船底長時間泡在海水裡 船殼下的海底生物 也得一併清除好維持航行速度 因為海粒子有重量 會影響到他們的傳輸 原則上只要有進屋 我們就會清海粒子 然後做漆模測後 再研判說我們是不是需要補漆呢 或者是換板的作業 這回底板檢測工程 合計大約2844平方尺範圍 不算小 但不論是保養作業或是零件組裝 海軍全都一手包辦 在政府力推國艦國造之餘 國軍的維修能量也不容小覷 環宇新聞蘇宏傑 黃雲廷宇宇蘭報導